大家好,有一位花友私信说了 他说想要去花卫市场购买一些绿菊 特别是这种开花植物长寿花 长寿花如何购买到一本好的长寿花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析两点 这样去判断它就能够买到很好的长寿花了 而且花期是比较长久的 首先说一下叶片 叶片如果捏着比较硬邦邦的话 就证明它是一本好的长寿花 一旦比较发展的话 证明它的根系已经出现了 有微微根幅的现象了 这种的话它开花的时间是比较的短的 有很多话也不懂 认为它在这个绿菌上看到了一盘开花比较漂亮的长寿花了 就可以购买了 其实购买归购买 如果你想要花期长久的话 首先要挑选一下 挑选刚才说了 看叶片就知道了 第二点就是看盘图了 盘图的话如果太过着实的话 适当的晃动下去躲 整个蜘蛛如果有微微的阻力的话 它是一颗好的长寿花 阻力不太强的话 它根系也是出现了一个腐烂的现象了 用这两点去判断 你就可以买到一颗好的长寿花了 所以今天我就分析这两点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在购买长寿花的过程中 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长寿花了 开花期间也是特别的长久的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